大家好 你在家 你有没有看新闻 我最近有看新闻 我有更新 上个星期几乎每天我国平均大约有1000名 70岁以上的年长者 已经接种第一剂的冠状病毒疫苗 人数比之前的多出一倍以上 我知道 我有看新闻 而且我也有看到我们的卫生部长 我们的王以康先生 也在他的Facebook有贴文说 如果继续这样接种速度的话 希望70岁以上的年长者 接种率尽快可以超过80% 是的 斗龙斗龙大家 那这是一个好消息 真的要给观众朋友们你们鼓励一下 因为我们大家上下一心的合作 也有你们的帮忙 还有那些有些孩子 真的我真的亲眼就目睹到 有些孩子就推着行动比较不便的一些老人家 他们的父母亲 或者像我的话 我也亲自就带爸爸妈妈去 这个疫苗接种中心打疫苗 校女 所以很多孩子们 你们亲自带你们的老伯老婆 或者是家里的年长者 去这些疫苗中心打疫苗 我们才可以得到成绩 所以我们要继续加油 对 而且听说现在60岁以上的年长者不需要登记 不只是能到疫苗接种中心 现在也可以到综合诊所接种疫苗了 很好很好 而且那些行动不方便的年长者 也可以拨打我们关爱乐龄办事处 SGO的热线18006506060 那他们就会派出我们的专员登门拜访 然后帮你解答一些疑问 或者是跟你沟通了之后 还可以到你家帮你接种疫苗 有些朋友可能握握病在床 你们就可以打这个电话 或者是家里的年长者 握握病在床的话 就会打这个电话 那其实说老实的 回到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 外面不可以出去外面吃东西 只可以打包 而且我们的社交聚会跟登门访客 限制两人等等的这些防疫措施 真的是有一点险 但是我们要仔细想一想 你看如果我们开放 五个人在外用餐 那这个五个人回到家 又跟家里的五个人接触 有另外五个 那这另外五个人在隔天 又去外面 跟别的五个人接触 一起吃饭 那万一原本开始这五个人 其中有一个是冠状病例 那这可能会导致冠病连 Multiply 五个变成125个 那也不一定 五个就可以连环连环 然后一直传染到125个人 而且是很快速的 天啊 所以你看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这个变种的病毒 传染的速度 真的是很可怕 现在我们这个缩紧社区的活动 为了就是要争取时间 然后让超过20万名未接种的年长者 年长人士有时间赶快去接种疫苗 对 浩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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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 阿公阿嬤 拜託拜託你們 因為一個人不安全 我們全部都會不安全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全國疫苗接種率更高 我們才可以安全的重新開放 邁向我們新常態的生活 是 已經接種的朋友就在這邊留言講 已經接種了 打了兩隻鳥 誰誰誰誰接種了 趕快讓我們知道